好吃 謝謝 一起幹 你被那麼多人冤枉 還能吃得那麼開心 我的開心很簡單呢 只要吃著好吃的炸雞 只要看著天上的星星就可以了 現在所有的人都指定是你 你難道一點都不著急嗎 著急有什麼用嗎 被別人誤會那是別人的事情 我為什麼要因為別人犯的錯 懲罰自己讓自己不開心呢 對不對 能這麼想就好了 我還以為你會難過呢 沒關係 別人無所謂的 只要你相信我就好了 別人我才不在乎 明天就要召開董事會了 到現在為止一點頭緒都沒有 爸爸 爸爸 不想抱抱 嗯 不想抱抱 必須開心 要抱抱 爸爸 還不開心嗎 還是有點不開心 開心點嗎 除非你給我一個招牌 雲一補 嗯 我給你招牌 來 招牌 招牌 開心了嗎 開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Gelderland 方总 您都看了一整晚了 要不先休息一下吧 方总 三天的期限已经到了 您的调查结果呢 实验之人 干什么 汪总 对不起 对不起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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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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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坐坐坐 走啊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康叔 怎么回事啊 啊 方总 大家都知道科研部的监控已经毁了 你该不会是为了污蔑我 特意做个假视频吧 啊 康叔 我真没想到你在集团这么久 你居然不知道 集团的监控不止一处 当然了 其实你可以一直否认 但我会直接把这个证据交给警察 让他们去鉴定一下这个视频的真假 康叔 您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有 方总 你之前不是说这件事情 要内部调查吗 怎么突然 想要扩大了呢 你是为公司的总裁 就应该做出 对公司有利的决定 这件事情 就是让外界知道了 恐怕会影响 集团的企业形象 确实 那就按照你说的吧 一起按公司的利益着想 我就让你一个人承担 这次事件的全部损失 除此之外 我再给你三个月的考察期 如果再出现失职问题 我会直接暂停你在集团的职位 好 方总还是很可耻 还有另外一件事 陈小姐 我需要你给我的员工一个道歉 就应该保险 柴小姐 是我不该 是我不对 请你原谅我 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没关系 我还要谢谢你呢 不然我早就该离开地球了 多亏了你多此一举啊 不然我都没法这么开心 谢谢啊 但我还是有疑惑 你昨天不爱跟我说没有证据吗 怎么突然之间剧情就反转了呀 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更新过三批系统 但是有两批系统都没有拆除过 这些摄像头就是完全没有动过的 康叔他应该是以为 公司只有最新的摄像头是可以用的 但他忘了 我们还有旧的摄像头也是在工作的 好聪明 好聪明 没事 事情解决得就好 这样你就不会一直不开心了 科研部的仪器都已经维修好了 我们专案又可以重新开始了 还有荷尔蒙的香水 又可以正式提倡日程了 好聪明 开心吗 嗯 开心 谢谢 小棋 没事吧 没事 任务中途发生一些意外 也不是你的错 不需要自责 等项目重新启动之后 荷尔蒙素很快就研制出来了 检测结束 主人 AI助手库布里的系统 没有任何问题 一切运转正常 怎么可能 我在母亲从来不会 突然莫名其妙就变归的 也可能是新型的地球病毒 看地暂时无法检测出来 那怎么办 这个事情 应该也只能进场维修了 不过没关系 才坚持一段时间 等任务完成了 我们一起回家 小琪 这是第二次研制荷尔蒙素 应该能比第一次快点吧 был 喂 快递 呃 你好 我来拿我的快递 是小布小姐吗 嗯 る 小布 我只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就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 我没什么好谈的 我只是单纯不想见你而已 我们是男女朋友 就算你生气不想见我 应该给我个理由吧 方烈 如果我告诉你 我一见你就会变成小乌龟 你会相信吗 好